知識圖文是很多老師沒有注意到的 我問一下老師 平常你們在用這個Google的搜尋請的時候 好我們可能在這邊直接就找了對不對 好那 應該周董大家要認識嘛 好點進去 平常老師有沒有注意過右手邊這些資訊 可能也許有 有時候會出現有時候不會出現 沒錯吧 好因為右手邊這個就是所謂的知識圖符 他是需要人工整理的 那麼以往Google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他雖然 一樣的人你可以從這裡面是不是找到 這些資料 可是問題是你是不是他這些資訊分散在不同的網站 他必須要怎麼樣 個別去搜集 好那 就像我們看百科全書一樣你今天如果說 今天我要找一個人事實地物 那百科全書裡面是把它都搜集在一起 比較方便 網站上我們有所謂的維基百科 跟那種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Google就把這個稱作知識圖符 那這個大概是在台灣的部分都兩到三年了 美國網站英文網站比較早 好那 中文的比較慢一點 那麼很多我就只看到這邊 其實事實上不只是這樣子 那你看喔 周杰倫 現在呢 他連爸爸媽媽是誰 都要被公佈有沒有 他媽媽比較有名嘛 那最近呢 又多了這個 對不對 以前是女友而已 對 這個要人工整理的 好這要人工整理 那 下面呢 有沒有發現跟哪些人有相關的 對不對 你看到他 當然 我們知道這世界是重牌的嘛 這是以前的嘛 卑文的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很多人就沒有按下這裡喔 你看喔 比如說我按這裡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裡變了 這裡是不是跑出來了 可是你注意一下右手邊 人家要寫 他的妻子喔 有沒有 也就是說其實呢 你看我如果點這裡 下面有沒有變他的 以往我們要找這些資料的時候 有一個困擾 是 我要不要一直換網頁 要啊 因為我今天比如說我收集 找了周杰倫 好 那 我要找昆凌的 你一定要 再找一個什麼 昆凌 然後是不是再找另外一頁 那如果你要 再看回周董的 你要再 這樣應該沒錯吧 對不對 可是呢 他這個知識圖譜 就是有一個好處 你既然是跟他相關的 但我點了一下 你不用換網頁 下面直接換成他的 而且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連搜尋的內容 有沒有變他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一點喔 所以當然不可否認 中文的這些資料 還是以就是比較知名的事件人事實地物 比較多 有可能 老師如果問你找的 關鍵字 他可能還沒有整理好的 也許就沒有 好 比如說你可能 像我們現在太陽花那個應該 應該是有的 好 如果說 比較剛 發生的 或者是比較新的一些名詞 也許可能就 不見得那麼快整理好 好這個是 但是所謂的知識 可能老師平常比較少去特別去 也許你有注意到右手邊那一塊 可是你平常不會再特別點他 對不對 講說 看的就好了 事實上 他的功能 其實還是真的蠻不錯的 好 好